嘿大家好,我是原有斯卡達,歡迎收看今天2月3日的每日情報 在這裡跟大家說聲,明晚會有直播 沒錯,注意的是今晚沒有直播,今晚會休台,沒有崩子直播 明晚才會有完整4.4版本的首部曲 在2月4日晚上8時開播 大家也要注意到時候也會有抽月卡,還有推劇情的時間 沒錯,大家應該都知道,我會直接推閒門的傳說 本來我沒想過這麼早推,但因為我發現人們說劇情都相當不錯 所以我決定先看劇情,地圖再慢慢開會更好 好,今天的內容會跟大家說全部原神相關的資訊,包括限運和草實的流水值 除了說流水值方面的東西,也會跟大家說有關於未來版本的深淵以及今期的深淵的直播方面的東西 在開始今天的每日情報之前,希望大家記得如果你們還沒按訂閱的話,快點按訂閱 記得按鈴鐺,以後每份我出片或新的通知時,也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還有,喜歡所有原友們,抽卡順利,勾氣滿滿,小寶弟,復壞和十年三金 好,注意到今天的內容,有可能涉及到未來版本的內容 原友們看的時候也斟酌一下是否應該看 因為都知道有些原友不怕爆雷,就先說一下 首先,講講有關於閒雲和草實的卡池,他們的收入流水如何呢? 那樣子也會跟大家說這件事 這裡就展示了卡池投過兩天的流水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第一天的,看到閒雲和草實的流水是超過了草實的 即是4.2版本的上版卡池,那是水神的版本,大家知道嗎? 而第二天的話,流水者就明顯下降了,即是他現在的排名就變成第三位 那卡池的收入竟然可以達到前三名 那首日的收入更加可以超越了水神的卡池 那到底是甚麼回事呢? 是不是真的對著閒雲和草實的抽取率很高呢? 我稍後就跟大家說這件事 那有關於閒雲和草實的抽取率可以達到6.4 那我本身以為草實特別多人抽,誰知道不是的 那草實相對來說比較少人抽 就佔了40%而已 而閒雲才佔了60% 那抽取率相對來說很高過草實 那跟這個抽取率的 對比以往來說的話,其實我就覺得 他這次的一個種抽取次數是略低於之前4.3版本的上版卡池 那大家可以看回我去年12月20多號的時候 做了一個4.3版本的上版流水池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差不多都是 同一時間去做一個對比 那其實基本上這次的卡池相對來說是少人抽多一點 至於四丁角色的抽取方面 大家也可以看回 其實整體上來說也沒甚麼特別的 那加一名抽取率也只有22.2% 其實跟花獄散、樂藝也差不多 沒有差太遠 對於上版卡池的武藝池方面 其實也看得到 數據相對於4.3版本的上版卡池來說 數字就相對來說會比較低 同樣也是以 抽這個限運專武的原有 就是我抽取數 就相對來說會高於草神的專武 從這個4.4版本的卡池的數據的分析 其實基本上 大家知道卡池方面不是抽取率很低 但問題是 看回剛剛的流水值也很高 那之所以流水值會這麼高 其實我懷疑應該是因為 不要忘記了 4.4版本 那些人還課金去買Skin 可能Skin是買得比較遠 於是很多原有門就課水 就丟一些錢進去 然後導致可能流水值會很高 好啦那接下來就做下一個話題 就是有關於這個4.4版本的心境螺旋方面的東西 即是有關於這個使用略 以及評測 那我今天真的會跟大家說這件事 那首先就是給大家看看有關於 大眾認為第十二層的難度評分 其實相對來說 我收到的意見回饋就是 有45%的原有我覺得是非常容易 也是佔大多數 其次就是中等 反而沒有什麼原有門就覺得 這次的深淵難度就很高 那也是一如我預料之內 那我看到了4.4版本的深淵的死路律牌文榜方面 亦都對比之前4.3版本的深淵的死路律方面 其實你看到也有很明顯的變化 從我牌文榜裡面由先後次開始讀 首先就是水神 水人的死路律到79.6% 而第二名就是 娜維76.2% 第三位就是 萬葉72.1% 第四位草神71.8% 第五位鍾離71.7% 而第六位就是 夜藍 排名就是67.2% 亦都相比於 之前的4.3版本的死路律來說 跌得最多是阿爾海森 阿爾海森之前是排第六 跌到第十二位 其次就是霸水 霸水之前是排第五 現在跌到第七位 從我新角色的角度來看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閒穩的排名 其實就是位於 這個位 29.9% 位於A級磅 差一點就可以上到S 但是也有一點可惜 而至於加冥的話 更慘 加冥是排C級的 使用率只有1.4% 這時候 有些原因是新聞 不是加冥可以打核爆嗎 之前也有跟大家做過一個實測 加冥可以打核爆 但是沒有人來打深淵 完全是 完全是 說話會拿加冥來打深淵 但實際上使用率得這麼低 知道嗎 這裡就有很大的矛盾 還有一個 嘲諷在這裡 不知道是不是 諷刺 然後來看看 有關於這個角色使用率的上漲排名方面 排第一就是白蟲神子 上漲度可以達到20% 其次就是 新鶴 17.4% 萬葉 16.5% 而最後就是 夜蘭 16.1% 當然啦 除了說有上漲之外 也是下跌的排名 下跌得最多就是 納維亞 跌幅是超過32.5% 而其次就是香菱 香菱就是17.4% 然後就是 亞爾海森 15.9% 最後就是 班尼特 12.9% 從這個排名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八蟲神子的升降率大漲 首先就是因為 今期的深淵 特別機制緣故 是有利於 白蟲神子上場的 我之前做深淵分析的時候 都有說 都會建議大家帶白蟲神子 可以自動索敵的輸出 於是有些原因就會帶白蟲神子 而其次就是 南維亞方面 南維亞之所以跌幅超過30% 代表著 上版本 大家知道上版本是 岩系陣容輸出 今期 岩系陣容已經 沒落了 於是截然 南維亞的跌幅是最高的 從之前50%甚至超過 現在就跌到10% 基本上就沒什麼用了 而至於生殼方面 大家剛剛看到 生殼由個位數字升上26% 基本上 可能跟新虛的Skin有些關係 除了說是陣容方面的東西 亦都是因為生殼有Skin的緣故 於是有些元友們 可能想試試Skin的效果 於是用來打神怨 至於對5陣容方面 第十二層 上下半陣容的彭榜方面 第一位就是 拿維再加雙人的陣容 33.2% 而第二位就是 神學萬森 24.3% 第三位就是 以閒雲和 燒風系輸出為主的 一個陣容 21.3% 而第四位就是 萬達國際 15.1% 至於下半陣容的話 第一位就是提納李再加霸蟲神之擊法 提霸草宗 39.6% 而第二位就是 狐行夜宗 13.7% 第三位就是 海夜草狗 11.5% 最後第四位就是 夜蘭草神行秋 和狗奇人的陣容 10.6% 所以說可以做回一個結論 上半陣容 以水系直傷為主 周年大家都會以 拿維內特 和水神 直傷輸出 第二位就是 永動隊 永動隊本身 今期的深淵也比較活躍 原有門打的時候 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帶永動隊 至於下半陣容的話 因為當中有個BOSS 我之前也有說 要建議大家 打攻系角色 自然就是 以這個攻系角色為主 的衛首 例如提納李 提納李去打這個超激法陣 會比較流行 其次呢 就是狐行夜宗 夜蘭本身也可以 玩遠攻 所以可以打到這次深淵 就是深淵 為大家順便去分析一下 關於4.5版本的深淵會帶什麼 當然之後來的內容 也會爆料 謹慎觀看 以及一切以官方前之門作實 大家可以看到 圖中 不是有個 黑蛇騎士 那個鹽系 黑蛇騎士 差不多是黑蛇騎士 沒錯 這就是圖中 第12層要打一個原魔 原有門 如果你們本身是大護盾 你們小心一點 因為黑蛇騎士 暗色空殼 全部都是 可以針對於 互討為弱點 至於草雞和無雙鐵 也就是 4.5版本的深淵第12層 也會復刻 原有門 你們可以留意一下 到時候會帶什麼角色 去應對 這些原魔 當然 地方全棋的原魔 也會首次進入深淵 原有門也要小心一點 都知道 其實地方全棋 以往 都只是在大世界 才會有的 但是 現在 4.5版本的深淵 也會首次 有地方全棋 原魔 不知道到時候 難度是不是很高 也就是 很難說 本身大世界的地方 地方全棋 都已經很難打了 如果假設 真的進入深淵12層 到底是不是很難打呢 其實也真的不知道 也就是為大家掙描一下 有關於4.5版本的 於月祝福的情報 首先就是 第一 釋放岩藏動物的 而第二 會造成多段岩傷 而有岩傷加成 而第三個 於月祝福就是 觸發擴散 全隊會加普攻 重域下落 重培傷害 從這個 於月祝福的情報 基本上我們可以 肯定的 一個 我個人認為都有 一些有價值的情報 就是 萬葉是會復刻的 兼斥和下半倪是復刻的 不知道原有們想要抽萬葉,如果有想要抽萬葉的話,我建議你們現在留下吧,不要抽 因為都很肯定,萬葉應該都會在下個版本 所以說,以上就是有關於今天2月3日的每日情報的所有狼,希望今天的狼給了原有們一個參考和價值 當然不要忘記了,如果有網疑問的話,也很歡迎在下面留言,或是發表意見 好,是這麼多,那今天每日情報就到這裡,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